屏東縣民公園裡頭的親子蕩鞦韆 是給家長和孩子共成同樂 也能夠一邊保護小孩 結果卻有兩名年輕人一起乘坐 還蕩得非常的高 然後其中一個人在往下跳 這樣的行為不只危險 蕩鞦韆也可能因為承受太重的重量而回損 兩個人行為遭到不少網友炮轟 兩名年輕人 一男一女 乘坐親子蕩鞦韆鞦 就在蕩到最高點時驚險跳下 年輕人笑得開心 一旁的人也沒有加以制止 不過網友看到被PO網的影片 卻是一片踏乏聲浪 痛賣一群屁孩 趁著晚上沒有管理員搞破壞 深夜大概是晚上一兩點 這些屁小孩都偷偷跑來這裡 亂搞這樣子 這個親子蕩鞦韆 一邊四周圍起的安全座椅 是專門設計給小朋友搭乘 另一端T字型的座位是給大人一起坐的 可以保護孩子也能同樂 這兩名年輕人卻坐在親子蕩鞦韆上 蕩得老高 不但違反僅限一帶一小乘坐的規定 鞦韆也可能因為無法承載重量毀損 進而發生危險 這應該很危險吧 而且那個窄重量應該也沒有辦法承受兩個成人的重量 蕩鞦韆本身就不是設計給那麼多人在那上面玩的東西 那如果途中發生意外了那誰要負責 受到孩子喜愛的親子蕩鞦韆 被年輕人惡搞錯誤使用 縣政府已經要求警衛加強巡邏勸阻 讓孩子的歡樂空間不會因此毀損破壞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